Hello 第七季的大家珍峰Show 開始發售 日期由2018年9月10日至10月7日 總共是13個星期 早上10時至下午1時 就可以收聽大家珍峰Show 有興趣的客戶可以WhatsApp 電話是91671611 91671611WhatsApp給我們 希望你們多多支持 Thank you 有一個承諾 我希望大家想清楚想錯的承諾人 可能現在新世代 就真的太容易去承諾一件事 又或者對承諾這個字不是太緊張 我不覺得有 不覺得有承諾 還要遵守承諾 很多年輕人都會經歷去婚姻註冊處 註冊的時候要讀一篇文章 很多人對偏夜那幾個字 是好像水過鴨背 照字讀字讀一次 他們不明白那個深層意思是什麼 發誓當食山菜 都是這樣的 承諾什麼 愛你一生無論什麼疾苦 貧窮與疾病 都堅守這個承諾 你才讀出來 你叫做誓言 就是誓言 那一段是否在教堂裡才會讀 但如果是註冊的 是否也有這些 註冊好像也有 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他有張卡的 這是一個大的編局 有張卡的 什麼叫諾言 以前陳慧涵有個歌 所以為什麼上到流眼淚 叫誓去的諾言 什麼叫諾言 就是你答應了我的 你答應了無論怎樣你都來見我 或者答應了每天都會打個電話給我 就算我病你都會照顧我 對 答應了 答應了 那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即是不可以離婚了 一生一世的承諾 可能我不知道每個人對承諾這個字的態度都不同 我自己是很有趣的 我答應了別人的事 我是百分百做的 要不就不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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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挺守諾言的人 我對這幾個字是很緊張的 這是你的信譽 對 你做生意你怎麼能夠沒有信譽 等於有一次盧密帥是開咪說的 他說你放心 梁思浩這個人 如果答應了你來 一定來的 他是一定來的 如果你看不到他 你做定花圈都可以 他一定死了 除非是死了來不到 你又不用選 你答應了盧密帥說什麼 他吃燭光晚餐 不是他很好笑 他有一次開咪說 梁思浩這個人很有趣的 他答應了你 他根本就不應該來 他都不得了 你病到這樣 你沒有顏目色 你撐著兩個拐杖 我答應了你來 盧密帥說 要不就答應了你就做 如果他答應了你沒有到 你去樓下買定花圈都可以 他已經死了 我記得這個 他講的說話 你自己是這樣就好 你不要答應其他朋友 都是這樣 你自己也不要要求其他朋友 都是這樣 但我覺得你很危險 我也希望 期望能夠做到 因為你意幾度人 希望可達到我的快樂 被天救 我剛剛跟你調轉 如果我來到的話 那些人就會 你真的來啊 你這麼準時啊 你真的出席啊 我和你調轉 你真的出席 你真的準時到 如果見到我 會回來這樣 如果我不來 就遇到他不來 他這樣也有好 有surprise 但你就不會有surprise 我沒有 答應了你就 他也來 他是這樣的 他不來就學盧密說話 做定花圈 死了 不是有些事 立刻看港版 即時新聞 即時新聞 top one 變成了 我很守承諾的人 不過這也是 小時候到大的 習慣 習慣了 因為曾經有人騙過你 不守承諾 所以你很討厭這些人 我想 跟自己小時候的成長 是有關係的 守諾然這件事 我很守諾然 我答應了就做了 不是教出來的吧 天生就是這樣 有責任感 天生就是這樣 天生有責任感 沒錯 天生有 那你答應得 我記得那時候 那些人當金洗 還有一件事 總之我答應得你 我付湯到火 幫你斑 我有一次 不應該幫別人做這件事 我心想不是吧 可以了 你一定可以 但其實那件事是不可以的 亦不關你的事 我不怕告訴你 有一天 遠情丹 在北京打給我 喂 什麼什麼 黃子華 什麼什麼 不是吧 你今天才來 黃子華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遠情丹 可以的 你一定可以的 總之別多說 第一行 正宗第一行 這次我一定沒有這六張票 我會死的 哇 說得這麼大 黃子華 第一 這麼難找 你還要找第一行 正宗的前排 當然她說了一個理據 她要請某些地位高崇 不能再高的人 既然她的地位這麼高崇 你不如叫她打給王子華 你很厲害 你明白嗎 你這句很厲害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習近平打個電話給王子華 說沒有 是啊 但如果她真的賣了 那是很難說的 死都加了凳給她 死前面再加一排 這才是第一排 原先那排變第二排 你也可以 死都加給她 六張摺凳 那也是第一排 正宗前面 就像水果一樣 你說要就給你 然後我剛剛想跟她推 做不到 你想推她 我當然想推她 她更快手 你答應我就是 你沒有答應她 你沒有答應她 她收了錢就當你答應 你答應了 她很認知軟情單的為人 不給你機會說可以還是不可以 即是你沒有說不 你沒有說不 你沒有說不就是 不給你的機會說不 你的朋友真是很好 下次我也會用這招 哈哈哈哈 你收了錢後 你到底心裡 浮現什麼東西出來 浮現就是我當時 怎麼辦 怎麼辦 打給誰 我用什麼方法 真的可以幫她拿到 第一排正宗的 六張摺凳 六張摺凳 我就開始想 可以的 世上無難事 世上無大事 世上無大事 我就找了另一個方法 那就是 到最後都做了 但我不說什麼方法 那我就因為 然後我拿著 下次我不再答應你 你也不要這樣收錢 最後一次 對 對 我覺得某程度上 她可以這樣對你的話 應該是曾幾何時 你都應該幫過她 無數次 對 而且用這種方法 它是可行的 因為基本上很多單 都沒有托手搶 對 對 所以她才會這樣 而且是用這種方式 去逼你上馬 對 所以某程度上 我覺得你也有點責任 對 對 中到你這個朋友這樣 對 一定是有教授的 對 但當我告訴你 最後一次的時候 她挖一挖 真的最後一次嗎 對 當然 因為黃之華也最後一次 那場鬥 當然是最後一次 是黃之華的最後一次 對 不包張學有限 對 我都會用這種方式 然後她就會 哎呀 做朋友的事 有今生 沒有來世 你也是 其實 你唯一一個辦法 可以倒絕這個問題 怎樣 脫手搶 對 沒錯 沒有一次做不到 但她又不行 對 你找一次做不到 那下次不會寄望於你 就是因為她看了我的弱點 對 你一定會做到給她 我的弱點就是手承諾 所以我就要學習一下 怎樣何謂 不守承諾 對 但我又做不到 不守承諾這件事 那你跟我學 你拜我為師 對 跟你上班 我跟我上班 我教你 過兩招給你 初階你可以跟我學 對 深造級的就找 對 深造級的就找 對 對 加強版2.0的就跟我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是有分性格的 我不習慣不守承諾 是啊 那我就寧願 我不習慣守承諾 這個就是極致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承諾就是承諾 是啊 那我最多就是怎樣呢 我最多就是告訴自己 不答應 是啊 因為就沒有答應 對 那就好一點了 那我就沒有壓力了 但如果我守了承諾 也都在我的界條裏面 即是在我的人生裏面 世上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那我覺得是 是做到的 這個世界一定做到的 你只要肯做一定做到的 嗯 未必的 看看什麼 你叫我現在生兒子 我生不到 生到 不不不不 勉強生不到 不要自己托 你來托 你問我 剛才你來講 我現在要生兒子 我相信你一定打破得到 三年後一定是小孩子出生 是啊 只要你肯 不怕奸男 奸身 排除慢男 排除慢男 是一定得到的 是一定做得到的 所以就是 人和人的性格不同 所以就是阮情蛋捉到我的弱點 那同時可以這樣說 因為那天阮情蛋 他捉到我的弱點 如果那天阮情傷 你可能 阮情傷 你可能又不會放在心裏面 這個人 那個人 對於你們的心目中 是否重要 這方面都很重要 因為他是阮情蛋 他有我的電話 你只有我電話的人 有多少個 那就算了 你前世險她 一定有些什麼 當然我聽完他的故事 他有這六張票 他的路就好走很多 那關你什麼事 他的路好走很多 那我就幫朋友 讓他們的路好走些 他現在的路已經好走 你還想他走去哪裏 他一直都打橫來走 你還想他去哪裏 你還想他打斜來走 他原本打橫來走 我想他再橫來走 再橫來走 你還想他